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今年在龙兴战中是获得了冠军 是你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头衔吗 是的 是我第一个头衔 之前其实也有过有可能会获得冠军那种比赛 但是都是因为最后感觉是没有发挥好 就可能在心理上各方面还出现点问题 所以这一次感觉可能心理状态调整比较好 很不容易 我记得你是击败了佗佬是吧 是 当时是这个排名第一的脱下戏 对 那说明你状态非常好吗 可能一段时间状态比较好吗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盘是 2013年经历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机联赛第十一轮 山东景之酒夜队对阵广西华兰队的一盘棋 是李时时对范婷玉 对吧 这个是重头戏啊 你觉得看好谁 看好谁啊 我对于范婷玉可以说我对他比较熟悉 和他做了几年的队友 我今天要准备还支持一下小贩 支持一下小贩是吧 你是这个赛前就支持小贩 还是看了欺负之后支持的小贩 赛前期我就是支持小贩的 你比较看好他 对 我比较看好他 为什么 因为我和他做两年队友 所以说对他比较有点 了解的比较深 对李时时呢 对他本人就是就不是很熟了 但是看他欺负看的也很多 李时时对于状态似乎好像是出现一点问题 状态下滑是吧 确实 最近好像李时时经常书棋 已经不足为棋了 小贩似乎是迎谁也都正常是吧 看上去好像小贩的状态更好一点 他俩其实也不是一个时代的 李时时是83年的 小贩是96年的 96年 差了十几岁呢 所以说肯定是年轻棋手的上升势头 会更猛烈一些 那行吧 我知道你的意见了 我先保留一下我们先看看棋吧 看看棋 呃 边看边聊 嗯 好的 好 这盘棋 嗯 虽说我看好小贩吧 但是这棋上总是是胜负上我们也很难预料 对很难预料 嗯 其实我倒是希望李时时能赢啊 因为他最近是实在是输的太多了 嗯 嗯 开始下了中国流 可能因为李时时他本来成绩太好了 所以说说几盘棋 别人就觉得他可能就状态会怎么样了 嗯 但是我觉得也是之前的以之前的成绩 嗯 即使状态不好也会马上就会有回升的 啊 可能是这样 就是呃 在比如说像李长浩 我们也知道李长浩其实现在已经是呃成绩上各方面下伏的很很严重了 但是其实他在对这个顶尖棋手的时候 比如说李长浩跟鼓励下 那其实鼓励的胜算也没有特别的高 对吧 啊 他还是很厉害的 但是呢 他就是经常输给一些 比如说像我们国内的呃 可能不是最顶尖的棋手 那也也算是正常 那这就是说明他状态下滑那种表现 不过他还是实力非常的强大 啊 这句话叫瘦子骆驼比马大 是吧 嗯 呃 状态再下滑 那他毕竟也是曾经达到过一定的高度嘛 想赢他一盘是不容易的 与时我觉得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想看这盘还是得加油啊 虽然我们很看好你 好 咱们继续来看齐吧 中国流 哇 这个局部这个点小 还是近期特别流行 嗯 这什么意思你跟我们讲讲 你们见着中国流好像你赶中国流 我就赶点脚 这 白旗点脚的意思 他首先就是先想把你这个中国流 这个至少你欣慰的这脚 他想先可以端掉 那他只有挡吧 黑的没有别的 就有挡 然后白旗只有斑 嗯 那如果拐的话白的肯定就便宜了 是这个就相当于白旗没有点脚 飞了一个黑的直接脱鲜了 而且白旗我就尖掉一下 等于说这个飞 嗯 然后黑的脱鲜了 白的又尖找一下 对 对 然后接下来黑的就几两下 嗯 几两下也没什么便宜的 是 所以说随着拐也不肯 那多半是搬这个 对 只有搬下 嗯 然后这个时候 白的如果说虎一个的话 肯定不肯 因为虎 把黑的打 这样一看 然后白旗走这个 白这个可能可以多飞一路 啊 但是这样黑的加过来之后呢 因为这上面这个子其实差很多 这对于说白旗这个子没有什么活动能力了 他如果加着变成后手 啊 就是黑的这个地方多了一个 一路打尸 大家不能小看这个 嗯 对不对 是 这一路打尸很重要 看着好只有只有两目起 但实际上差非常多 哦 假如说白旗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这以后冻出这一加 黑的就只有在这走 白的这一跳 或者说挑这个都可以 就简单就可以处理了 对 那黑的 多一个子 嗯 就这个旗就有点完全不同了 而且白旗是看似大飞 多飞了一路 但是黑的以后一靠 白的还是不能 还是软头 对吧 还是软头 嗯 所以说呢 这个 呃 看上去多飞一格 其实不便宜 所以只有街 嗯 那像这个棋一般来说 我记得我们当当时学习的时候 这个点脚都是呃 呃 要被老师痛骂了 对不对 一上来就点脚 这哪有这种下法 那现在怎么人人都这么下 就为奇理论 现在是发生变化了 还是怎么讲 呃 我觉得理论肯定是发生一点变化 肯定变化 我觉得一点点肯定是有的 对 那这棋 现在白旗 我觉得这么走 还是想追求一个速度吧 嗯 想速度快一点 那现在 就这个时候 先让你黑 黑旗选择 黑的它是考验你到底是靠下去 还是靠下去 还是加 嗯 就现在可能只能加的小一点了 嗯 这种 对 我这个奇数是武功正数 手单来的话 肯定是 他想一想 还是走这 嗯 但他可能会觉得这个 低位还差一点 如果高位可能就这么这么走 对 那高位的话 我们想象一下 你敢飞出来 他肯定下一招 对对对 这个 连压过来 这就是他闭着眼睛就会这么下 我们都不用猜 嗯 但是现在武功 这个 怎么讲 就一线奇数里面 像武功这样的奇风 几乎是灭绝了 没有了 啊 是 潇洒性奇数 可能很少 所以一般来说 不肯被人家飞出来 对 主要因为黑的这个紫 是第一位 所以说这一旦被白旗 飞出来 他这紫的位置就 会显得 有点差 嗯 这个紫不怎么样 所以说基本上 他得靠住 对 因为靠住黑的这个间隔 还是不错的 本来说是要立二拆三 嗯 就说他现在等于是立了三个 然后拆四也算正常 嗯 对的 那这白旗好在哪啊 我实在是 呃 好在哪 就是速度快 他就是先把你木属 削掉之后 然后呢 就然后就快速展开 哦 就因为黑的也大贴木嘛 所以说白旗我速度很快 其实我旗有点薄 你这一打入 我就让你吃一点 他们觉得在别的地方 也可以挽回吧 这这张戏谁先发明的 你知道吗 谁先发明我还 真不知道 但是 不知道在某一天 可能在网上 哪个棋手下出来的 哦 然后迅速就传遍了 有点像网络客池 对对对 啊 网上红遍大江南北 对 不再往下出来 可能也是知名 知名棋手 啊 这个看上去太 我觉得很有创新的这种感觉啊 就有点不可思议 所以他 我觉得一上来就下这个点角 有点突破这个思维的局限性了 这条棋很有意思 是 不管是谁下出来的吧 应该都是很 很有意思的一招 让咱们进行往下看吧 现在反正是李时时 还是樊庭玉 还是朴廷环 周日阳 所有人都这么下 那说明他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这个有结论吗 能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到底是谁好 结论肯定是没有 因为现在两个高手都这么下出来 肯定是应该是差不多了 好的 如果有定论的话 肯定定论不利的一方 也不会那么下 哦 好好好 那咱们也继续往下看 我感觉点脚的下法 知道我感觉还是比较极端的一种走法 嗯 开始毕竟说在布局阶段就给了黑的一道这么厚的厚实 对 这时候黑的搬这个 黑的可以直接接吗 直接接的话 还是 对白气首先那又可以度过 他度过 这样 黑的可能没有什么便宜 等于说你挤了 顶了我一下 我牵手飞到 哦 比如说这边白气便宜了 上面黑的还 也不见得 对 也不见得便宜 还有可能亏了 哦 比如说黑的心情上也是想 所以这个阻度是只此一手 嗯 阻度肯定是要阻度的 但是这些也有也有走在这儿的 有另一个的 另一个的好处就是说白气你的脚上 如果说你不补的话 黑的一般 局部就已经死掉了 咱们多摆摆吧 毛毛你这个水平太高了 我们看不懂 好 这个 这个局部是什么节 然后黑的应该冲吧 嗯 冲 然后呢 沾上 黑的点 这样白气 定 嗯 这是近似的 是吧 就这样 白气如果说铺这个的话 白的如果打这个 就死掉了 打这个黑的着 打完一般 脚上是个盘角去四 那白气最顽强的应该是 铺中了 还有铺这个人用鞋 铺这假如说你就是一提的话 那就不对了 一提 白气打住 就打结 对就打结了 那我还有这个狠的 嗯 黑的这时候应该是有双手的 嗯 但这个差一手鞋啊 我怎么觉得跟刚才好像 差了一手鞋啊 你打吃 那打吃 嗯 再摆了两步 这就是 白气肯定不能沾嘛 沾黑了一沾 白气整一只眼就死了 嗯 这鞋 其实 鞋度还挺妙的 看来 那现在白气主要是不能沾 它要是空出一口气 沾上 如果这样一沾 一打 嗯 就黑的就死掉 战股牛 嗯 现在气紧 对 由于白气的气紧 所以说 有提 然后就有黑的提 这和刚刚 其实 你在仔细一看是一样的 不一样吧 刚刚 是轮黑下吧 现在轮白下 我刚刚 它不扑嘛 挡这个 黑的不利耀般 哦 是这样 一样的 对对对对 是一样的 这样白气的脚啊 就因为它气紧 所以说呢 会黑的一沾 可以说 这黑 这白气永远 它不能这样 它只只可以吃在这 但是 它不能打 对 这个它永远也进不来 所以说呢 以后就会下成一个这样提 然后反正这样一提 嗯 这样可以说 就是一个盘角去色 嗯 就是说 也就是死骑了 对 那这个 说明立了之后 这脚上还 这毛毛交了我们一招 脚上就发生变化了 嗯 立了之后再走 这局部就死了 但是立呢 它也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对这两个子的压力会变小 立了是不是 人家就已经便宜了 交换着一下 夹着一下 对 夹着一下 肯定是便宜的 它就可以做活吗 对 这样我想白气可能就会 我不知道要不要冲一下 他们单粘也是可以 就这样就做活了 做活了 这样黑条反正这个子 嗯 对 让这样白气拆回来 这个也是 也是正常 正常的进行吧 也可以这么选的是吧 对 但就是 可能这个子的位置 还是稍差一些 你觉得谁好 像这样 瞎针这样 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吧 在这个局部 咱们就多摆一摆 因为这个 现在太常见了 大家可能也有 很多的疑问 就到底是谁好啊 应该怎么下呀 嗯 对不对 嗯 就不过连国家队 都没有定论的一个棋 嗯 所有高手也都在下 黑白都在下的一个棋 他很难说清楚 这是肯定了 就是你支持哪一方吧 我们说一下 我其实 我个人还比较支持黑棋的 好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 搬一个 也许速度能更快一点 啊 那你是喜欢把棋下后 是吗 呃 对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把棋下后的 那你觉得你自己棋风是怎么样的 我的棋风是怎么样的 其实有别人说我是力量型的 但我自己感觉也并不是 哈哈 你不要告诉我 你是棋子型棋手 嗯 也 也不是 其实现在 我觉得棋风可能还没有完全成型嘛 啊 我觉得可能是状态好的时候 有时候和别人收官 或说 就局面怎么样 可能就会下出什么样的棋吧 嗯 但我肯定不是 就非常稳健的那种 棋风的棋手 哦 还是偏暴力性的 可能偏暴力性也谈不上 就比起姜维杰什么 人家棋手 就是力量性棋手 那也算不上 嗯 还是 相对平衡一点 平衡一点 嗯 好的 那 你看来你 不知道你自己对这个评价是不是客观啊 那我们再看 看你那个 经常看你下棋 我们就知道了 行 咱们还是回到棋盘再看一下这个 呃 看一下实战吧 他没有选这个 对 实战黑棋是一般的 嗯 这中国流 这个我为什么说我比较喜欢黑棋 因为我黑棋其实下中国流很少 哦 但是呢 我就是 看到这棋 我就直白棋 我不太敢这么下 哦 所以说 就是意向思维 嗯 我觉得黑的应该还可以 就是 你如果对手下中国流的时候 你拿白棋 你不敢这么下 啊 所以说黑棋的话 如果能下成这样 我是觉得 真是觉得黑的还是 不错的 但有可能拿着黑棋 你也不敢下 嗯 是啊 啊 黑棋边可能还有别的 找来等着你 啊 我是这样理解的 不知道对不对 我是觉得 如果下成刚才这样 呃 我一直认为黑棋还行 因为我是这么判断的 我们把这些都拿了 嗯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个定视 比如说 这个这个能称之为定视 对吧 这是最最标准的一定是 那这当然黑棋 这个位置稍微差一些啊 黑棋这个局部位置差一些 但这个时候呢 白棋 他不跳出来 他爬一个 这应该不怎么样吧 嗯 爬下肯定是亏了 对 然后 白棋再扭现了 比如说 加这个 才这个 那这个头被我拐下来 是不是也不太能忍 这个有点大吧 拐下来 嗯 应该说是 比较大的 但是你勾一下 可能是便宜两部鞋 是不是 勾一下便宜了 肯定是便宜了 便宜一点 但我如果我 半斩着的话 就便宜了 两部鞋 勾一下和加一下便宜了 啊 等于细节上便宜了 但是我总觉得 你这个爬完之后 被我这拐下来 有点 亏损 有点严重 所以我是觉得 黑棋还不错 嗯 但是就像你说 白棋速度快 是不是 是白棋 刚刚那个图 虽然说这定视 可能是黑的 本身是便宜了 但是呢 就是毕竟 这个子位置还是 除了我说 下成这样 这个子位置 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嗯 而且上面 被白棋加起来 还差挺多的 就是白棋 各种小小刀子 刮了你几千 但总体来说 它局部 那这定视本身亏了 就是刮几下 不知道能不能给刮回来 是 这就有点深奥了 感觉 其实棋可以和那个图比吗 就和小飞 在今天白棋拆编的那个图比 嗯 那等于说 白棋 在实控上 这边我实控上便宜了 嗯 对 然后黑的变厚了 就是说白棋 我先拿了一定的实力 然后让你变厚 我觉得也无所谓 对 可能有些棋 我会这么觉得 哎 总之吧 这个有点太深奥了 因为这个形状 嗯 白棋以后跳起来 黑的假如不走 所以被白棋一飞 那黑的后视效率就会非常的低 黑的还得回来 对 还得回来 那对于说外面都是白棋的了 嗯 对 所以说黑的可能不太很选择这个变化 对 所以实际上黑的半 嗯 白的是 白的缠边 然后黑的接 但你这个接就接不着了 是 这个接就厚手了 这个前段时间 那个李士时和陈瑶夜 成篮杯决赛的时候 李士时当时下了黑气 对 李士时他唬了一个 就这个没有沾 唬了一个 对 这虎怎么样 虎这个 虎在这儿就是说 我这木属上 我就先亏了 因为白棋脚上 你很难杀死他了 脚上现在 他这空了一口气 你想打些杀都不容易 哦 所以说虎在这儿 他就是说 在白棋 因为他虎上面这个有后视 白棋应该会在下面拆边 嗯 所以我可能 对 前拆一个 然后就看 可以从这边挂起来 到底攻白棋 他这虎这个能比 粘上好多少 嗯 如果说能好很多的话 这虎也才有便宜的可能性 对 本身走在这儿 木属时空已经先亏了 对 因为脚上你没法杀白棋了 如果说黑的 粘在这里 一般白棋脚上是一个 就一个非常惨的打结活 啊 就想做出一些打结活 都都要先损一点 哦 才能做出打结活 所以说 这个其实 虎在这儿 那现在是不太 不太被认可的下法 可以这么讲吗 嗯 可以吧 嗯 不是很好 所以他这次改进了 对 就是说黑的 戒上 以前都是戒上的 但李适时他虎了一个 哦 李适时的变招 不是很成立 是 我是感觉黑的 就这样虎过来的话 会压力非常大 因为这个子 你到底能攻成什么样子 你自己也不清楚 但是一旦你攻的稍微差一点 这虎也明显就亏了 哦 像的 有道理 所以说他 展场还是比较平衡的吧 对 展场啊 这也是小贩风格 对 就先是比较厚实 然后还可以捞实力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实战 接下来 白棋是走了一个手脚 嗯 手脚 好 手脚 本身是挂这个比较多 挂这个可以会怎么下 对 跳一个吧 嗯 这样白棋拆一个 嗯 这样小贩 我看他前段时间 有盘对机 好像这么下的 就是挂这个 然后这样挂 哦 因为黑的上面很厚 对 所以说白棋又不能加工 然后可以在这边形成一个实力 哦 瞎成这样 我是这么觉得 就当黑的上面有块模样 说这边也有块模样 我觉得这就有点呼应的感觉 哦 就有可能在中府 有所作为 是 就是说这边应该打入 这边厚了 上面那块 就可能就打入不了了 哦 这好深哦 看来 而且 而且 同学给我们讲讲 那个全 大局观 全局呼应的感觉 而且这个 就是这个棋吧 就黑的下周上面 那个定式之后 一般之前都是挂在这边 对对对 但是后来 经小贩的改进 他就 选了这么下 因为呢 他说这边上面黑的以后 我以为上面很厚嘛 我可以随时就会打入 白的拿不住 对 拿不住 黑气 白锡要是压 嗯 黑的感觉顶一个 我说往里面长都可以 对 长完再顶 再顶 活一块很轻松 对活一块很轻松 那活完之后 就会发现白的只剩一层皮了 只剩这层皮了 而且刚好被黑的上面陷进入了 对 所以说 打入 然后小尖的话 也是杀不死 小尖这样子 就点一个 就 白锡想杀掉黑旗就比较难 如果说挡脚 那黑旗就爬就行了 爬完了 这很著名的冲了拖是吧 冲了对 冲了一拖 有些上面 就不摆了 冲了一拖 这很简单 就能做活 所以说呢 这打入很厉害 对 一打入就把白旗掏光了 掏空了 对 而且白旗手 他也不知道该守在哪 就说明白旗这个旗型不怎么好啊 那这么说起来的话 是 你手也不是不守 被人家打入也是很头疼 那这个不好办 嗯 我估计李世时可能也看了小藩最近的旗谱 所以说他可能觉得这样 嗯 白旗他可能觉得不是很满意 所以说实在就 他手了个脚 还是选择手脚 手脚的意思就是不让你挂成 那个双挂了 拆回来的那个旗型 那这个时候让黑的选 黑的有没有可能选走这边啊 啊 这个当然肯定是超级大场 但我估计走这个李世时他也不一定会跟着你走 他有可能再守一个 他就先把自己两个脚走好 这就对围了 是不是跟棋风有关 我想问一下 啊 肯定和棋风有关系 嗯 如果你是黑棋 你愿意这样下吗 呃 我可能是不太愿意这么下的 因为我觉得白旗这小飞这个子就是这几个都很扎实 嗯 当别人都很厚的时候想为模样就很难了 哦 这样 所以也是考虑到全局 啊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 因为这边有打入黑这边还漏风 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么下 没没什么 只要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把握 哦 今天看来我们是听了好多毛毛最围棋的 就布局的一些理解啊 确实是有收获 呃 他每部棋都是考虑到全局的配置的 对吧 是 啊 也希望大家能够呃 在看我们直播的同时积极参与留言或者评论啊 跟我们一起互动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啊 看到您的留言 第一时间来帮您解答疑惑 或者说是一起交流 好的 那么我们来继续看期 嗯 他小贩的风格也不是说喜欢微模样的 对 所以说他走这个 对 这我觉得还是贯彻了之前的那个不具思路 就是说你上面 他把这个自己下的扎实了之后 这个打入将来还是讨厌 对不对 对 他始终强调的打入 因为如果说他打入就可以 可以可以做活的话 那对于说他上面的后势就发挥出作用了 而且白旗一块突然发现自己没有木了 本来一点角是想就要要求实控较多 然后速度变快 但这样上面的话 其实当被黑的打掉之后 发现白旗全盘只剩下这个角了 那肯定无法对他黑的这条边 黑的还有这边 这个也算是一个贴幕了 对 总的来说就是他认为从外面挂的时候 白旗的这个结构啊 很尴尬 对 并不是什么好形 这个我们需要重新的理解一下围旗了 我觉得这个以前咱们都讲 呃 单关跳加这个拆是一个好形定势 对吧 对 但是如果要是这边是黑型很厚的局面下 那你这个棋就反而变成了一个坏形 是不是拆回来好一点 就局部来这样 是局部肯定是拆回来好一些 而且黑的下面这个斑啊 这个字也是很有用的 对 他破空的时候啊 或者做活的时候 对于这边打入肯定是有帮助的 啊 对 所以说他这个下法实际上是有对布局很深刻的理解 对 看上去平平淡淡的棋其实是很有意思啊 对 其实每一步之前可能都会有仔细的推敲过 对 只有白棋可能没有什么选择 白棋下面最大了 嗯 白棋跳 然后拆回来 其实白棋这棋为什么挂高的不挂低的 所谓挂低的有可能怕黑的这样就飞过来直接扩张 嗯 而且棋丝有手来拆 以后这真一个很讨厌 真一个 对 白的假如说不走黑了以后啊 就想定型的时候我就一靠 对 白棋搬对 黑的就断掉 然后吃 虽然说是可以把黑的这两子吃掉 长吗 对 长还要被这边被黑的便宜 黑的拐 还拐了点 对拐了点一下 就做出这个形状 这个比较痛苦 这个我们来摆一摆吧 这个骑形很讨厌的这个点一下 白棋发现这已经有点不太对了啊 你只有应该只有沾上 只有沾上 然后在上面这一打 哎呦 这也打昏过去了 是 这个看似本来是这样 但这两手交换实在是至少心情上太痛苦了 对 他点完之后有各种各种手段啊 就有了活动能力了 白棋本人是说这么多子 六七八 这不是黑的三个子 而且这还要将来还顶住 全都收紧 是啊 所以这个靠下来之后 白棋很难受啊 很难办 而且上面这中国流的这打入已经不存在了 比如说黑的中国流已经是失控了 那这效率太高了 比起白棋这个效率 这没法比 对的 就是说黑棋这个镇非常的厉害 镇的之后白棋难受 对 就是说白棋走 你不知道走在哪 但黑力一走 下了这手镇之后 你会觉得特别的大 哦 所以说 他就没有选择第一位 但第一位时空上肯定是好的 什么情况下选第一位好呢 是不是这边 呃 比如说黑棋这边没有这么厚 钱力不大的时候 不怕镇的时候就可以走第一位 这白棋走第一位什么时候好 就说他 我就说下一手 骑游马上就黑到外面有了大场 上大场之后 我就什么都不走 我就直接打入 哦 这时候突出打入 对 但是由于可以的上面太厚了 真的打入 风险 有来无回 万一被杀掉 打入可以打 嗯 但是 你不见得能活着出去 是 嗯 是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 这个第一位啊 一般都是黑跳 就小飞 那个黑上面没有这么厚 嗯 他强调就打入 一旦我打入活一块 那我总是第一位比高位好 对 这好细腻啊 感觉上这个选择好细腻啊 那对于大家来说 也可以借鉴一下 嗯 呃 什么时候该走低位 什么时候该走高位 可以呃 限制对方的发展 对吧 是 有的时候虽然说 这好像差差一些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 这差了几木棋啊 或者怎么样 但总感觉差一点 对对 虚一些 感觉心里就发虚 嗯 下的都下的高位的时候 就是有点心虚 但是他现在限制黑棋的发展 有办法 嗯 我感觉职业棋 我的下棋 我有种感觉 就感觉我好像哪个地方亏了一点 但我虽然不知道亏多少 但可能就这种感觉上 可能我自己已经落后了 哦 就有时候 可能其实本身是还可以的 那因为 就在这种微小的地方 感觉似乎中了对方奸计的那种感觉 就会影响对军中的心情 你会 你会经常有这样的感觉 我 我会有 嗯 那你一般怎么办 因为这个时候 你能冷静下来吗 冷静不下来 一般冷静下来 但有的时候 可能你是这么觉得 那对方可能思路和你又不同 他也这么觉得 他也觉得被你摆了一刀 是 有时候他可能觉得 他也为你便宜了 嗯 每个牺手和判断会有一点小 一些不同 对 这是不是也是跟这个职业顶尖高手 他对围棋的追求啊 有关系 都希望能做到尽善尽美 那有的时候呢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啊 是 都都希望能够把所有的变化 下到最好 呃 嗯 但我感觉小贩和李适时都是悲观派棋手 哦 这样啊 其实我觉得悲观派棋手 就在职业棋谈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 对 那都是比较顾 比较 对 都比较乐观的 乐观 嗯 那我觉得 嗯 对 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要把棋 就是本身你觉得他其实已经不错了 但他还要选择最狠的下巴 撑得很满啊 对 因为小贩我也是和他做几年队友 嗯 所以一般他可能稍好的时候 他也不会说自己稍好 他可能还会说差不多 哦 嗯 他稍微有些悲观 我觉得 对了 说起小贩 还有一个 呃 一件事吧 可以征求 看看你 看看你对他说的了解 呃 小贩有一个绰号叫红袜男 这这是怎么得来的 好 有什么典故 这个 袜子的袜啊 对小贩可能对他比较喜欢穿红色的袜子的 但这个我也我也不是也没有留意 只是知道啊 小贩他给我印象就是非常的成熟 然后他非常沉稳 我觉得这个盯着人家袜子的事也只能是他对手干的吧 就别人是吧 正常人来说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他对手干的 可能是输为他的对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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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那个 呃 怎么说羡慕嫉妒恨 对 开开玩笑 开开玩笑哈 呃 肯定是输了嘛 心情很不爽 所以说要发泄一下 那就揪住人家的这个 对 一般谁能 观察到原袜子穿什么颜色 对很有意思 他呃 据说他是每次比赛 就是重要的比赛 嗯 他都会穿一双红色的袜子 是给自己带来好运的意思 呃 可能是 可能是有的时候 然后说就职业选手下棋 或者说不是说 不光是下棋了 可能打球的也是 就说可能会在下棋之前 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 嗯 就说可能小贩觉得 我穿红色袜子 我就一定能赢 好 好 是一个习惯吧 嗯 就是一个习惯而已 请咱们继续来看齐 现在已经下了很多了 我们争取追上进度吧 接下来黑的是 这个 这个应该也是最大了 对 这个完全就小贩的风格 也是 掏空 对 下车组这个 我觉得下一招棋 太起先风格了 这招棋 你说实话 你能猜到吗 他下这招棋 我 我可 可能可以猜一下 我觉得现在这个局势 白棋棋 可以下的地方不多 嗯 因为白棋 你看 这上面 这块和这块都比较虚 尤其是上面 可能一旦被黑的一打入 可能就没有了 而且这个搬一个 其实也非常的大 但是 我觉得黑的这个空啊 看上去都很扎实 嗯 就一个中国流 还这边拆二 嗯 因为这个地方的局部 本来是下成这样 是说黑棋 肯定是满意的 啊 但等于说下成了 实战这样 黑的还少花了一首棋 所以说白棋在这个局部 可能是想追究他的 我觉得因为现在白棋 他 他没有什么头绪 嗯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打入 或者说上面打入 白棋肯定要选一个 不然局势 就并不是很好下了 假如说你补一个黑的也 假如说白棋在上面 补也肯定是不肯的 就不好补 跳跃吧 跳跃 假如说黑棋 我也跳起来 黑的我下面已经补住了 白棋这边 这问题又出现了 很厉害 对 打入或者说稳健一点 我靠一个就至少会占你点便宜 嗯 如果说黑棋这两个话 都能成空的话 我觉得可能黑的要占一点上风 白的实地也没那么乐 不安是吧 因为白上面你围 他这扳一个 比如说这手棋 价值非常大 比如说你要空 对 很虚 黑的都很实在 而且感觉上黑的还是挺厚实的 哦 这样 嗯 那实战 但是他这个打入有点 是吧 人家刚拆过来 有点太不给面子 嗯 因为说第二拆三嘛 所以说他这个就一个拆三 还是很想打入的 我理解是有点 这个叫以公为首吧 对 白棋打入 反正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补 把你一打入 这两块你都有点薄 那你薄了 我就不用补了 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白棋打入 最主要的是想防黑的上面 这边的打入 啊 这个好厉害啊 对 那现在黑的应该没什么选择 对 就跳 黑的因为这块是活起 这块有根的 他不能跑 那这两个子不活 他当然要跑出来 嗯 白棋跳 白棋跳 黑的这个也是必然吧 必然呢 嗯 像白的拐阵 白的这手棋倒是 可能有别的选择 这手棋正常也可以往上面跳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这个区别在哪 我觉得像这种时候 我就特别犯晕 这到底哪个好 嗯 哪个好 这个 肯定也是 没有办法准确的说出来 哪个好 但是反正是跳在这里的话 他就是想 下一招这个厉害吧 对 这个很厉害 这个已经不光是说滚黑棋权的问题了 就已经是 直接要 要黑棋命了 让黑棋命了下发 哦 这还可以拖的 这我们又学一招 这棋往上贴 其实白棋也很满意了 下成这个样子 这个棋子不是已经很舒服了吗 对 非常舒服 这个可以说黑的是痛不欲生 嗯 这有黑棋要注意 不能打在这 打在这里的话 这棋又出问题了 打在这儿还有问题 对 以后白棋一挡 这一立 立完一加 你可能整块棋没活 哦 这个细节我们要注意啊 这个时候只有打在这儿 这样子还是局部才是活进的 对 但就算是进活 这挡完一加完 你只剩五目起了 那 太惨了 而且 你还要这样活 哦 嗯 这受不了 对 而且白棋好像是 还有这种更严厉的下巴 拖 拖 即使不拖 你已经够惨了 我还可能要灭你 拖那黑的顶一个 肯定是不行的 白棋 黑的就封不住白棋了 对 只要白的出来 黑的就都死了 你好像尝一个 也不是很新的 尝一个 白棋觉得顶回去就行 而且还可以粘上 就让黑棋如果顶住 白棋 我就冲断了 由于黑棋争子不利了 也没有争子的关系了 就上面 可以断 黑的想要收棋 就打就打死了 那肯定不行 所以说黑棋就肯定是 要补棋的 所以说白棋这个阵 是交换一下 对吧 因为黑棋是让他补一个 但是补一个 如果说白棋 你还是有跳的话 这个 交换就不便宜 我是会有一种 不便宜的感觉 因为说我这个 如果说不跳这一下的话 我以后就靠一个 黑的不是很难受吗 这是一个好思路 就是这下交换不便宜 其实 对 我就不说 对白棋没有影响 对黑棋来说 把人家吓后了 把黑棋吓后了 这个是有点 然后先不说 这种就靠各种 这种比较严厉的手段 我就觉得白棋 只要这样 就淡淡的走过来 不是就比刚刚那样好吗 最起码这种 靠这边 对 我这边就是决先了 对 这刚才黑棋这儿有个肩 这边是很硬的 那这个不便宜 我是觉得这样白棋 选择很多 立正有可能对这边 有可能是先手 我就这边都有些好处 对 而现在如果说白棋跳一个的话 黑的肯定是不会往这边走的吧 嗯 我觉得跳这个总是没劲了 要不然黑的不跳 直接就可以跳起来 是 所以说这交换没有意思哈 我是觉得交换完之后 这打入 更厉害了 对 更厉害了 进来就没法吃了 好的 咱们还是抓紧看看他实战 实战这个接下来更精彩 这首棋 我觉得就小 比较体现小团风格 其实现在的形式 应该说不错 但他还是要选择这种 他是希望向下的 那他希望肯定是希望白棋爬 然后呢 然后黑的就长 嗯 这种白棋 他就希望这样 你就走过来 其实假如我觉得 他可能就顶过来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顶 就爬的 他可能会长一下 顶线我就觉得黑的已经很舒服 这可能就上面顺着走走 顺着走一走 像白棋这块越来越高 白的打入 或黑的这个底下几木棋 自己全部被压扁了 肯定是不便宜的 对 所以说白棋就爬也肯定 就不能考虑 对 不能考虑 这个地方也是 现在 我发现现在棋手啊 下棋都是越来越紧了 就是我们看上去 好像很普通的一招棋 那现在经理这么一讲 是不能考虑了 是不是 已经完全不能下了 主要职业棋手嘛 而且尤其是一流选手 或者说超一流选手 就哪怕平易很微弱的 这一点点 可能斑木棋 可能都很不肯 更别说这样了 这爬过去 就完全 至少在气质上的 已经被对方压过去了 肯定是 这是不可能的 好 而且因为黑的上面 这棋很薄 就爬过去之后 黑的全 全部都走厚了 那 不便宜 对 这别说是李适时了 随便也直接 洗手来 我觉得 我也不太肯 这样爬过 李适时 是必须得反击的 跳这个 对 反击 肯定是必须的 跳这个是 怎么个意思 跳这个 如果你贴 它意思很简单 就是分段 他说这个刺先手 对 就 黑席就 显得太重了 是 他先冲 先冲吧 冲完再一点 这个黑的断点太多了 你就粘上 对 这个被黑的上面一断 这个就要 白席断 完全就 不对了 黑的两块起 哪一块都不能死 这好像就下完了的感觉 是 李适时的爆发力 还是非常强啊 我看他 就瞬间跳出来 很厉害 是 其实黑鸡这一手棋啊 正常来讲 应该是有了 上面跳一手 然后再走这个 那样白席可能就只有爬过了 但他直接走就要求效率 就说我上面还要省一手棋 但是呢 本身黑的这形状 跳的形状呢 其实是挺薄的 对 所以说呢 这都是必然的 其实说这一段下法 哦 那下面一招 小范的下法 也是挺有意思的 他 这个 回避矛盾了 他这连不上 我现在不连了 干脆就不连了 是 因为我觉得黑的 他这边坚重啊 他的意思就很简单的 我就是要把自己夹后 底下空 我是可以给你的 对 说他这非呢 我觉得也就是这个意思 就说我下面空给你了 我只要把这些 我连上就行了 这个 看上去也挺怪异的 说实话 这我棋 他就是想 你要是分段我 你可能 分段 实战 对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我觉得对 我觉得分段是必然的 他冲段 嗯 接下来白棋 是选了这个tm 这次了 次了 他选择 对 他先刺掉 先刺一下 刺掉一下 刺掉 因为这是早晚的 早晚的事情 早晚都来刺 他怕以后发生变化 嗯 这个t 这一半 我觉得这个时候啊 才考验白棋 白棋下一手棋 我觉得挺关键 黑棋其实这个 弄起来之后啊 他也没有那么重 对不对 他这其实这几个子 可气可取 是 并不是说死了 就不行了 对对对 你要是付出太大代价的话 他就气给你了 嗯 看你怎么吃 这边呢 其实黑棋 也没有那么想象中的 那么重 因为这这几条 好像有脱过的感觉 嗯 所以因为黑棋嘛 我就是 如果说我之前 把你的下面 算成你的时空的话 我的三个子 被吃了 你就增加时木棋 嗯 如果说你吃完我 还有很多味道的话 那黑的 其实是 并不亏 对 而且白棋 其实这种刺啊 都是很损的 就说以后这种形状 黑的刺上面 对于刺这变成决先了 而且我下面还可以脱过 对 也就是说 白棋 现在压力很大 你要是吃掉它 你木树是便宜了 但是形式还不知道如何呢 但是形式还不知道如何呢 因为你这些贴啊 点啊 都很很伤这四个子的 对 但是一旦你要 还吃不了黑棋的话 那你局面 肯定就会落后很多 是的 嗯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它是选择了弯出来 嗯 这是弯出来 我是感觉这弯出来 不太像李适时的风格 哦 那他 你觉得应该 我觉得是不是只有跳啊 这棋 跳我 他是应该担心这个吧 冲 冲 白棋 就腿 这千万不能冲这个 冲这个 黑棋一沾 反正这还不太本了 这个就是俗手 嗯 那我是不是只有拼了 你转黑了肯定就冲 不然白棋跳 你比猴也好多了 对 这样白棋 我给你断了 这样会不会转换了 嗯 会不会 转换 就到底是能转换成什么样子 我是不是 亲死把你这个先提了 会吗 我再把你冲 这些感觉上是白棋危险 但这边可是不得了 这边 我是中国流 提的话 白棋先把这边吃了再说吧 我先拿到实惠 但是我这还能搞一搞 嗯 这个好像 我觉得可能不 你还不成立吧 这加一个 至少我可以从下面回去 嗯 嗯 我吃了大概就算了 算了我就吃了嘛 啊 这样等于白棋先吃了很大的实惠 嗯 一块空 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贩不想看到 这这么大一块就被白棋先吃掉了 然后上面得说你啊 从非常非常大 你才可以赢 啊 但是这个两个字 客观来讲 我要想吃你应该是可以吧 是 有点味道 对 有些味道 如果最狠的 我可以走 走在这种地方吃 嗯 走在哪 但我觉得这样 黑到这边还是损 损失 损失挺大中的 损失挺大的 对 确实 或者我干脆跳在这 是 这样就是一堵白棋 这个到底 一堵他这块龙的生死 活了 对 这种棋应该是李时时欢迎啊 我觉得李时时不是最喜欢这样的局面吗 是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李时时擅长的局面 对啊 实战那个我觉得不是他自己的风格 确实 确实 好 看一下 实战还是走的 猴出 对猴出 这时候看到 有棋友说 白棋是小贩 这个问题 玩笑有点开大了吧 我们 讲了半天 原来白棋是小贩 是吗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网上的消息 直播的棋谱上是小贩的黑棋啊 这我觉得我看这下棋的风格应该是小贩的黑棋吧 我现在 我感觉应该也是 小贩的黑棋吧 一会我们再求证一下啊 先不去管他了 我们还是先来看棋吧 现在白棋 他因为上面这是猴的 等于说 他想吃掉 黑的这下面这两个子就很别扭 他贴 这就是 味道很坏 对吧 是 吃的不爽 然后黑的 斑 斑他就是先试探一下你 你是要全知我还是怎么样 但我觉得现在白棋是不是也只只一手啊 只有夹吧 这够狠的 夹他是不是虎 虎 然后我吃 然后这样我吃也没有 这个是什么 斑他这断也就被黑的争死了 肯定不行了 就夹吧 这感觉上 这可以说是 非常狠啊 对 强啊 这些先摆出一双叭五的形状 哎 从这个西行上 我们刚才就可以 呃 判断出刚才毛日龙同学 自我介绍的时候的 他的这个 呃 虚伪的一面 就就展示出来了 他刚才一直说自己是均横性骑手 嗯 我们说到他骑风的时候 他不承认他自己的这个 不承认自己是暴力性骑手 但是我们在棋盘上看到 他低感 永远都是那么残酷 那么 凶狠 所以说毛日你这个怎么解释啊 啊 因为这个骑 我觉得白骑之前啊 从这边穿出来分段黑骑 已经付出很多了 现在这一下 看如果下成这样 嗯 这一下亏了很多 这一下亏了很多 对 这一下 这刺和这粘交换 亏了很多 而且这边 这是贴啊 猴啊 对这边 也 白骑这色子也是完全受伤了 哦 所以说黑骑 这白骑你这边 如果说不把黑的全部杀掉的话 那这骑就已经打破均衡了 如果说下面还留着火骑 然后你这边外面有损这么多 那你是里和外都亏了 所以说我觉得 白骑这加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只有什么下吧 加一个只有什么下 不然不就是外面亏了 里面也亏了吗 嗯 就什么都没有 很合适的辩解 虽然说这个也是不一定行吧 但是这个黑的一眼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下法 从骑身上来感觉的话 嗯 这个刀霸五确实是 口味很重的下法 确实口味很重 因为黑的下面这骑可以洽打 所以说白骑 这个骑很强 你本身你也受不住 斑他就打一下再打 所以说黑骑可能有些气子的变化 对 我说斗志黑的下法很多了 嗯 但我觉得白骑既然你选择了分段又选择了贴了吼 那是不是就在贯穿意图 对 那也强硬的 而实际上你说里面你亏了 外面都亏了 那 是不是都亏了 有点不太对吧 实际上 他走了一个这个下法 这个 这个下法就是黑的不能接了 这样的话气太紧了 是也没有必要接 接一个肯定是会被杀死的 是啊 所以说他走了一个这个大飞 嗯 这大飞 这手骑非常潇洒 嗯 他实际上就是这边你可以吃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他这进来 就是多让你吃了十几目骑 但是你这个刺啊 这个贴啊都聚损 接下来我还有连牙这种新手 主要这不是吃十几目骑的问题的 现在黑的一吃 局部是活骑 对 就轮白吃十几目骑 那白骑你还花了一手骑 嗯 就不能忍啊 所以说 也就是说黑的这边目数 我没有亏 外面已经便宜很多了 对的 而且现在黑骑这一打飞 这选点非常好 就是说你这边就让你补骑 那这边无论走在哪儿 什么补一个 都是单关 基本上都是单关 没价值 我有了这个 直接打入 我不说活一块 我就直接把你分开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 这白骑这边下法 这个 很成问题啊 黑的就冲 对 黑的 铁 是我觉得这个 飞啊 这完全不是李适时风格 这样 对 这一压 你发现这气已经完全不对了 嗯 你是实实看来很不连贯啊 下的是不是 对 对于说你看这边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和 叫做七的 又吃了两个 嗯 就四目起 而且这个头扳过来 黑漆这边 我们看 对 上面太大了 啊 那这个现在应该明显 黑漆不错呀 嗯 刚刚我们说 白漆把这边都吃了 说是便宜大约十几目 对 那黑的下面这做活 是不是大约有二十目起价值 对 这做活 白漆等于目数也亏 对 这假如说有二十目起价值的话 那也就说黑的折半计算 只有十目起 那比如说白漆目数 没便宜 但是外面全 亏损太多了吧 本来黑的就三个子 嗯 你白漆四个子 而且黑的这边还没有出头 像走了一圈之后 黑的外面 这边你就是铁厚了 一道超级厚实 而且还这边还多了一个子 上面马上一打入 就把白漆分成两块了 对 而且这个头搬过来 我觉得这手棋 就已经有一手棋下指 这个假如说搬 就白漆吃 我黑了 就假设说以后 我这样以为 这已经很立体了 对 所以你这么一说 这个李漆时 现在已经 这个局面 已经很不乐观了 手就下到这边 下成这样 已经很困难了 而且白漆的形状 就以后被黑漆一顶 你会发现 这很难受 因为你发现 立下来 被黑的挖掉 就是因为 这手棋的关系 然后你又想 呼住眼位的话 你唬一个 反正这边有软的 直接搬过 就是这些小分段 黑漆只有沾上 呆劲 那沾上 你下面又没有眼位了 这样有一只眼 你想做活 你还在外面撞 而且黑的这边 这么厚的一道 后视等着你 哎呀 但是你这说来说去 都是你黑漆一个人在下 你又搬过来 然后这边又顶我 是不是 现在不该白起下吗 然后你再说 底下又做活 比如说整体的 这个立场也太鲜明了吧 也不是立场鲜明了 就是说 这起就因为说 黑在我下面 木树没损的情况下 我已经把这上面 完全处理好了 所以说 我觉得现在 就看你事实的 这种翻盘术了 就是毛了 你自认为自己 还是很客观的 对 我这还是很客观的 我没有什么感情运缩 我还是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还是要 稍微支持一下 李世实 这个局面毕竟还非常混乱 客观来讲 还棋盘还很大 然后再一个 我相信李世实 他有这样的选择 他还是有他自己 一定的判断 虽然你说的这些 都很有道理 刚才你说的这些 都是站在黑棋的立场 对吧 什么都被你吓到了 你当然好 那现在轮我下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招 白棋这一出头 什么局面就不一样了 这一大跳 这一大跳之后 首先我们来 我来分析一下局面 首先你这个搬过来的时候 你这边刚才说 要围的模样 已经受到限制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你看 你就算搬过来 黑棋自身 当然这个拖过可能是有的 但是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考虑吧 拖过 是我觉得黑棋这块棋 你说我有了这搬之后 这搬可以看成是交换 应该是 这应该也没什么好保留的吧 我下面插的微乎其微 基本上就搬掉算了 但你白棋说想分段 我觉得还比较远吧 就黑棋 这块棋 应该说算是比较厚 但是他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后鲁之忧 因为我下的很厚的话 我咔嚓给你一转 你这个可能也还是有危险的 我觉得你一直在跳 可能还想着说我和你差不多 我说还要攻击你 对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这块棋 虽然说问题不大 但是也是如果你要是敢造次 被我一分段了之后 这个毕竟还是有被我搜刮的可能 那如果站在白棋的立场 去这么分析的话 你毕竟黑棋空上也没有优势吗 对不对 是 就是说从这边走完一圈之后 白棋目数其实是没有亏的 但就说这几招可能是有些损 黑棋如果想顺利的拿下这盘棋 就是还得把这个后卫利用好 对 你得下拾东西来才行 对不对 那个他实战就不装了 直接打入 要费点劲 他说他这个觉得也不费劲 因为黑棋的打入 其实就比上面这个还要轻松一些 因为我这边 你就说话活棋了 我等于说 只要处理好上面这个子 这块活棋你不可以乱说 一会儿实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块活棋不来飞刀什么的 你是杀不死我 这个意思 白棋还是分段 这个黑的也值此一手 这个也只有分段 你如果靠的话 它可以搬出来了 是 没有什么其他下法 这个我们稍微摆两步吧 这搬出来白棋要完了 断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千万不能转换 这不叫转换 这是大亏 所以这个一定要立 死了也得立 挡住 看上去呢 争子不立 对不对 这个是没办法的 但其实白棋这块棋太薄了 可以起有很多很多的借用 比如说怎么走 我觉得飞了就行 这一飞白棋也无法那样 只有 这个叫狗言残喘 首先我觉得黑棋加一下什么 已经不错了 而且这个我觉得 这不亏吧 飞一下不亏 而且也狠一点 这个直接就要求分段白棋 对 就这个黑棋这上面基本上不损 它损失太小了 对因为当黑棋有一个活争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这边我走什么都可以了 你不敢用强 对 因为我这边先手太多 这一带都是先手 所以说 而且白棋这边还这么薄 这样下肯定是不行的 我发现了一招棋啊 靠这个怎么样 可以 反正是 这个白棋好像要坏了 我们可以简单摆 你不敢走还是走那个 狐肯定就被分段了嘛 白棋要是斑 这样我是不是可以争你的 这个 这个有点妙 这我是比较得意的 这个子一轰 这一轰 可能就下完了 你这边黑棋无论损多少 这都是小意思 小意思 现实的木树 对白棋这边一死 把这就把白棋五个子拿掉 然后在黑棋拿掉五个子 对没法看 好的 黑棋有妙手 这个算是 算是在这个局部的一招 不错的一手 可以可以做这个 所以说呢 白棋这个时候也不能靠住 这个 对 李世实 我觉得他应该是处理 姑奇应该是世界上最强的选手 对 知故能力 这老是最强的之一吧 他不是姜石柳吗 号称姜石柳 是 所以说即使是李世实 他也没有感染这么下 因为压力太大了 你这也不敢乱来 这时候 这时候 肩出来 应该是必然的 我肯定能出头 我肯定不会活在底下 对 刚才毛儿已经说了 这黑棋这块棋 活棋 你只要不来 飞刀 我都是活的 因为就如果说这样的话 黑的可能下面成点问题 但这个交换完之后 可这可以说 反复强调 当初这个 说拐阵的恶手 如果说这两个 如果说下成这样 那这两个肯定是恶手 对 现在黑的有着肩 这棋就很扎实了 对的 现在白棋 这个 白棋肺 所以说黑棋 只要专心处理好 这两个子 就没有问题 对 黑的我一旦出头之后 首个你没有发现 白棋 一二三块棋 都没活 有道理 现在主要 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 白棋 你看不到他有什么时空 假如说这个被黑的活掉的话 白的能看见的时空 实在太少了 哎呀 这段棋 的确理智时限很难办呀 就我也情不自禁的 站在你的一边了 所以说现在 所以说现在 我觉得理智时这边 不能说我当初 当成我三块 姑息在下 我必须要 就说攻击你 我还要搜刮你 嗯 这就需要他的 展示他的力量的时候了 呃 我们也经常说理智时 最擅长的 最强的就是这种 三盘 对 拿姑息当后视用 对不对 呃 姑息攻后视 是他比较擅长的 嗯 接下来他就来了 姑息攻后视 给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走的 他一飞 哎 这个看 这么薄的棋 薄花花的 他要笼罩 当然黑棋不肯贴了 对吧 这个贴太厚了 其实现在出头方法 我觉得应该说是有两种 一个 先这个可以吗 呃 先这个 就有一点损 其实 有一种下法是靠这个 这是一种出头下法 可以冲 我这样顺势贴出 冲出 对 那如果说先抗呢 如果说先贴 完成再靠 那白棋肯定不会老老实实冲了 就这个 啊 我有些迂回的战术了 对 现在如果冲成这样 然后黑棋断 嗯 白棋 吃了吗 吃 对 黑的 这样 这个白棋啊 别看吃了 但他特别的难受 对不对 是 吃了 因为这个黑棋 底下这个一斑呀 然后白棋太痛苦了 将来黑棋走上来的时候 白棋还不活 所以你看是吃个子 其实效率极低 一会还得补一个 是 其实我看黑的好吃的下法 也是可以考虑的 嗯 减命 这种出头下法 我就是简明 简单处理了 黑棋虎一个 嗯 虎一个 对 白棋可能就得补一个了一会儿 这是得先补哪边是个问题 嗯 这个可能必须要补了吧 这个就要死了 嗯 而且补这个其实很大 就是对脚上有点帮助 对 确保了这猴 对 白棋下面有这猴 就脚上就 我就把它猴掉了 我看 这把你猴 啊 猴掉了 但小贩可能是没有想这么多 我觉得实战 这的确黑棋很乐观 这个黑棋虎就 弄住他 嗯 就都冲不着 就都冲回来了 下法很多 尤其是优势的时候 我觉得 就是优势的时候 一楼选手 反而会想 更长的时间 就因为优势下 我觉得我下法很多 我反而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会了 就是 对 我感觉每个图 变化图都不错 都不错 但我都想选一个最好的 对 但选着选 有时候就会出问题了 那么他实战 他就冲这个 嗯 是不是你来暗示 这个小贩要出问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 冲了一跳 冲了一跳 这感觉上也是 没有什么问题 嗯 只要一旦黑的 这两块能连在一起的话 那可以说 这棋 白棋就非常困难了 对 所以说 我觉得你事实 肯定是要分段吧 这一旦被黑棋连起来 就白棋几块棋 忙着做活了 对 那肯定不行 我觉得白棋 要分段 白棋 他这个呀 首先他不能连这个 这被黑棋刷过来 对 这个这个子是没价值的 所以说他一定要把这个 黑棋向外的出头的方向给阻 嗯 给他阻断 是 这个必须要阻断 不然分开之后 白棋只有在下面做活了 那实在是太惨了 就你就再也别想拱我这一块棋了 对的 那现在黑的冲 他这么想 嗯 他飞 好 这看上去白的好像很惨呀 嗯 其实黑棋现在它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因为我觉得黑棋失控本身就不错 嗯 而且我上面吃了你这椰子之后 我等于说已经有一只眼了 我在别的地方再做一只眼就可以做活 太长一个 这先确保一只眼 但李施石也达到他目的了 就说我 他很厚啊 对 他有点厚了 这小藩是不是有点手软啊 这没有分断他的 说可能是有点压力 尤其是面对李施石 我觉得 小藩应该是赢过李施石吧 我印象中 对 英志碑就是赢了李施石 在八强的时候吧 对 所以他赢了李施石 小藩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当前 不是李 李查浩吗 呃 我是当前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不是史上最年轻的 啊 是当前最年轻的 那李施石是 呃 几乎是公认当今世界上最强的骑手 对吧 嗯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但所以说这盘棋还有一个看点 就是新一代的 像老一代这个 嗯 挑战 现在老一代狮子王 接受新一代的挑战 哈哈哈哈 是的 嗯 所以说这盘 感觉上小藩在气势上 应该是更胜一筹 尤其还是主场作战 我们在中国的维甲联赛嘛 嗯 属于小贩 只要瞎到现在 感觉上的状态是不错的 不错的 而且那七局也是他 应该说是他擅长的局面吧 嗯 我也觉得他有点手软了 接下来好像走了几步之后啊 这形势就没有那么简定了 发生了些变化 长 嗯 长一个其实他觉得形势好 这个 应该说 他还是得冲头 嗯 拱出来 但是白棋 这全部连好之后 我们刚才说的 黑棋这块棋和这块棋的毛病 嗯 现在就体现出来了 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你觉得现在黑棋很薄吗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 就这两手棋 看上去好像没有走到木 但实际上 价值非常的大 对 它实际上是一个交通枢纽 它占了之后 白棋这两块 薄棋连上了 黑棋这两块薄棋分段了 对 以后就最简单的 肩一肩 挡一挡 这挡上就有15木棋价值 对 所以说就已经是白棋的了 而且黑了 之前说的顶啊 什么手段 可能都轮不到黑棋下 对 白棋先手搜索啊 这种拖肩都 都出现了 嗯 现在白棋还要想着 上面到底怎么做活 白棋现在要拼了 实战 啊 他先不活了 先来收拾你 这个棋 我觉得他的应该的想法 就是如果你敢挡的话 他就收拾你这块 是 是不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你挡住 已经被白棋便宜了 你已经都脱不过了 对 而且刚才顶一个也没有了 现在你再顶 白棋 他不会沾了 他活都可以了 啊 走着了 交换着了 是 交换着就已经便宜了 所以说如果走黑棋 如果挡白棋会下什么 你估计 如果挡会下什么 我也 一时我也不知道 我感觉上 是不是要攻击一下 那现在黑棋这个搬 应该也能搬着吧 搬肯定是决心 那你这个有点 厉害 我这就是 先把黑棋封进去再说 因为一旦封进去 黑了就尴尬了 他你要是靠这做活的话 你这可能自然死亡了 这下面这四 这样 那损失有点惨重啊 是 一旦你这个死了 我得说 这幕术上 我就先便宜实木齐了 我再把上面做活 现在白棋的意思 我们来捋一捋啊 黑棋如果挡 白棋就一弄 把黑棋封进去 这你搬了毡上 他就 尖一尖就可以吧 或者是 对 之类的时候 当这个可能也 不是这么好 不一定最好 其实他长一个就挺好 就这个意思 走 把黑棋分段 那么接下来 黑棋首先你要做活 就得迈死这块 你可能就牺牲这块 牺牲这块之后呢 我再来去打 再搜刮你这一块 最后我再把这一做活 这一系列交换完之后 就会发现 其实黑棋只剩下 这一条边了 白棋把这些地方 全部处理好之后 这块就 首先就非常大了 所以说这个幕术上来说 黑棋就不一定 领先 所以说黑棋 就从打入的时候 本来是想攻击一下 白棋的 因为本来我活一块 总是可以的 比如说打入 我从这边出来之后 我如果没攻到白棋 还被白棋反攻一圈的话 那比如说黑的打入 从这边打入出来 就显得有些失败了 我觉得刚是不是 还是靠这个解明一点 对 只要出头 别让白棋轻易的连上 我发现靠了 冲出来 形状是不是比后来要好一些 我看黑的上面的形状 也不是说特别好 比如说白棋 我只要起车肯定先手 我一打了一虎 或者跳也就活了 对 这样你说被白棋走的时候 还太厚了 黑棋还是有点保守 黑棋太注重自己的眼位了 他光想着自己做活去了 其实这个棋 那就换 换一句话 就说明当时黑棋 没有那么乐观 你不能只想着自己去逃跑 就这个时候 从不说来说 黑棋还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只有看黑的冲吃白棋的椰子 看似多眼眼围 但现在也没有用了 也就是说 现在这冲和这沾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对 我觉得这边被白棋连的太舒服了 太大 而且贴在这儿 对黑的下面眼泪 我觉得这也是有影响的 对的 这种一挡 白棋黑的就想静活 如果说这边 你还要卖几下的话 我觉得也有点困难 对也不一定你肯定就能做活吧 你可能有时候挡的时候 你后来 我这有一个子 你现在就已经 想活 是不是只有这个 这个我点的时候 你还只有这个 这个地方不能被白棋有一个子 如果说现在黑棋 你现在有我并一个的话 并一个的话 是不是点就点死了 我虎了一点 虎了一点 就点死了 然后黑的给我挡 挡 这可以肩 对白棋小肩 嗯 这个局部手是有手筋的 所以说这肩的时候 尤其我刚刚的分析 我觉得是肯定是不能硬了吧 嗯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 那这个棋不是太乱了吗 小肩这么大一块 你现在都不敢活了 那小肩 他搬这个 想想理事实 一般肯定说不能让你很轻松的 就 对看来的确是这样 那不过现在你白棋吃这边 黑了我就可以吃你上面吗 嗯 就说这些这两块棋 其实感觉上是不是还上面大一点 就质感上 但上面这块棋就不是很 就说如果能吃掉的话 对是不是感觉还上面大了 很简的一个吃起来 白棋那当然想都不想 先吃了再说 嗯 这太大了 对因为我煎了 效率太高了 这一小一般他就想观测自己思路 其实我觉得上面 有可能比这边大 但他也会走这边 对 而上面还能不能吃掉 是个未知数 如果说吃掉的话 黑道可能优势还在 但假如说吃不掉的话 这个局面 对 不过我倒是觉得 这个鸡黑鸡如果吃不掉 怎么把这收一收 然后这口封住 黑鸡这块也不小 只想那样 想你很完整的封住 可能不太肯定 因为你这形状太薄了 你这边牵一手鸡 这边也牵一手鸡 你说你不可能下两步 实战白鸡 它也没有着急去做活 上面我就不知道 这几个是什么情况 只有接吧 接那我拖 你就刷就掉我吗 搬 刷刷看 搬我这 打我觉得我是不是 交火了 哦 的确 那我如果不搬的话 如何是好呢 我是不是就是算了 让你活一点 粘上贴了我就活过来 那这个不是活一点了吧 先说卷你太多了吧 这个把脚也收 二十木齐 本身这边差二十木 上面脚还已经 没有后无之忧了 你这个挤不着的 你现在挤我断你了 对 我觉得可能是要断 它斑 那它也是有所得 还说是有所得的 这肯定是有所得 这这只好沾上了 对那我这个还挺大的 只好沾上了 这就是白皙以后的手段 这还是这种鞋还是很大的 很大 但是这个你不觉得也很大吗 这个把这头 是 白皙它有可能是想先出头 但先出头 白皙这也有 也有也有担忧 先这个 就比如说出头 你万一出出来一个后手 就 我厂 比如我简单硬一下 这一小肩 我把你全部杀死 那 这一手棋 它实际上就是这么下的 实际上就是这么下的 这小肩好像只是有 有点大 有点大 对 这个 以后这一点 就这一点 这个我觉得 它不是 也不是观止上的问题 它斑这个 这个黑棋也难受 这边黑棋气非常紧 是黑在上面 抢到又这么大一手 这边 我觉得忍一忍 也没什么 这棋 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现在这个 黑棋打入之后 就可能 马上你说的 没有处理好 在这之后 好像双方的这个 攻守就逆转了 你觉不觉得 现在是白棋 一直从这个白棋牵也好 从这个弄出来贴 就一直白棋在牵着 黑棋比较早 对 所以说下棋 就是把棋下后很重要 就本来黑在之前 这有一排之后 就感觉黑棋很好下 对 由于黑在这边 我出头的时候 这两个再加这几个子 感觉我觉得是有点伤的 嗯 就像白棋走了 跟这个 实在太厚了 不过现在 我倒是觉得 白棋就这么出头 它在这一代倒是不怕的 因为我这首棋 我觉得价值有 太大了 对 对 我这个 三十五不是很敢说 但我觉得 二十五棋肯定是要强的 对 你白棋这边破棋 你破再多 我觉得也都是点虚控 我觉得没什么 但他这个也很讨厌 你不觉得他这个 黑以后 我就不知道黑的 点一个白棋 是走在哪里 这关子非常的大 点一个是吧 对 说你这点在这儿 白棋我粘住 黑的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往里面拖 是 黑的我觉得这里他还 小贩应该残留点手段 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小贩可能会点一个 他冲这个 实战 现在白棋下 对 白的冲这个 对 我们抓紧跟一下 清楚 白的断 他这是考验你一下 其实是把自己 继续下来后 断一个 他也不是说想在里面出起了 就想试探你一下 想他现在有点出出黑让的感觉 然后弯一下 嗯 这个地方又被白棋便宜了 然后白棋再挤 这 李世识 次序下的绝妙啊 嗯 是 李世识有时候 他就是在不利下 就不停的用这种棋考验你 你但就是 比如说情绪失控 或者说 在有毒秒上 这种时间上的压力 很容易硬错 硬错 那你就被他逆转 这期我 我觉得如果黑棋 如果接白棋走一下 这边能够怎么定的行 白棋反正把这个地方一吃了 是不是白棋控上不差呀 现在好像也不是逆转的问题 这是不是已经是白棋好了 对 要不给大家做一下 判断判断吧 先做 我就简单 先定一下行吧 那你这个逻辑有点问题吗 你不觉得逻辑稍微有点问题吗 刚才 刚才说白棋 呃 吃黑棋 吃了 也不是很大 你觉得 上面更大 然后呢 白棋这个出头 觉得被黑棋抢了一个 25 朝上 对吧 是 黑棋 都不错 那怎么 不知不觉就逆转了 现在 但我感觉之前 这边可能黑的 就从这边出头的时候 我觉得 虧了是肯定的 那这边 因为你是断一个 这都是好棋 我们之前也都没有注意到 这时候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白棋好 我觉得要不给大家 好 给大家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 就是感觉上这个黑棋 就有点推让的太厉害 对吧 是有 是有一点 嗯 有点处处跟着白棋走的感觉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形式 这个判断下来是怎么样 那些 这就要打 打一下 打一下吧 打一打 这边怎么走 这边黑棋 还是整体没有活进了 反正我觉得黑的 先把上面这块 就是能数清的木 就给大家数 上面这个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十七十八十九 二十三十四十四十一 黑的上面这块 就大约是四十一 那四十一 然后白棋能数清呢 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十二十四 十五十六十一十八十二十 一二十二 三十五 白这块三十五 所以就说现在 黑棋 这一块棋 比白棋这边 大约大了 五木棋左右 加上黑的下面 也许有一点 比如说黑的 可以保持 也比白棋 多一贴木的情况 那就是说 这条边 有说这条边 黑的 如果说能保持 和白棋这边持平的话 那就是差不多 那就是差不多 但是现在白棋脚上 是有负担的 白脚上说打结火 这个脚 脚上说打结火 那你认为 现在谁形势好呢 现在轮白下 轮黑棋下 那肯定是黑棋盛是 但是这不可能 是轮黑棋下 这边我觉得白棋下来 很讨厌啊 你这整块没活进啊 其实黑棋下来 我觉得就当你下来 你下来 也就下来十几目棋 你还 有这个大吗 我是觉得 这手棋非常大 刚我给白棋这边 点了三十五目 我觉得 就没有算上 现在这边 各种手段 你点 我是不是就算了 我是不是就立个之类的 你能不能防住 我也 没有经过仔细计算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冲一个是什么 但我黑棋 我估计这边 可能会比白棋这边 大爷贴木 嗯 然后就看后面 看这块白棋 我觉得这块棋本身 如果说该白棋走的话 肯定是比上面大的 但就脚上有个打结活 说这个脚上有个打结活 是有负担的 对 还是看双方书关了 我觉得现在这局势 脚上打结活怎么走的 你给我们演示一下 脚上黑棋走 我应该就搬一把 嗯 然后呢 搬白棋这时候 注意是不能猴 猴的话就出问题了 猴的话 肥棋是点这个 对 就还原成我们之前摆的那个形状 点这个 就点死了 对 直接点死了 盘角去死 就一块死棋 那白棋应该怎么走呢 白棋没有跳这个 哦 不行 调整一点 对 点死了 就跳 跳这个 这个打结活 起白棋负担是很重的 这个黑棋可以点 点白棋就 只有猴 这非常惨 还可以打吃 就可以说非常 非常舒服 这个棋是这样的 一般白棋局部这么惨 使因为说白棋先把这猴掉了 如果说我猴是决心的话 那我就不猴 单猴这也会好 很多 所以说这猴一下有可能是恶手 这个撞气的恶手 但就说 但是猴也必须决心的时候才可以 对 你要是不是决心 就他就把这猴掉 我可以保证的是打结活 这个地方大家记一下 这个地方 确实是很常见 搬的时候注意不能猴这个 气紧的时候不能猴这个 就点死了 那也不能跳这个 这个一点就 就这个假如说没有猴 他猴这个的话 就这时候不能点 就黑棋点这个 直接把白棋一气收死了 白棋先发现只有搬 搬了 接下来走不着 然后猴 黑棋先挤这个 比如说白棋 你把这边分段 我黑棋这边 超过两口气 你又是死棋 白棋又是死棋 那这个棋好厉害 这个棋 是很厉害 我们说起来 这一般不是巨大无比吗 这般白棋可能就不能 暂时不能走了 是 现在我就 这个棋还是很有悬念的 棋 现在谁好 肯定是很难讲 棋的时候 黑的没粘 靠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的意思 他想就靠着一下 就已经便宜了 再再粘回去 他是不是没有那么简单 反正靠的时候 这第一时间白棋 是打不着这下 就我们现在是知道 从这个角度也说明 对我就打呢 打这个 那我冲 冲他断 冲他断 这是不是要转换了 你 吃掉三个子 我敢这么下 这你会不会跑啊 我就不 我这提着转换 这个 我只能说双方压力很大 这个 时间有限 我也 没办法准确判断 但我觉得 损伤是挺惨重的 不这个你跑出来 我也不行 这我不能打这个 那我怎么办呀 我觉得黑这么下 这个 不能说没有压力 那他就是沾上 他就是弄一下 你要是打完之后 是不是跟两个一样 对对 打完之后 我这棋 不用补了 对啊 本身 本身白棋的棋 还是要运用这个铺的 就说这样 这个已经补住了 你先白棋断 他又冲收 这个地方妙 这条我们解释一下 如果黑棋不补的话 白棋断 那黑棋 黑棋打尸 白棋断之前 先把这下打 对白棋先打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 这样 你如果冲断的话 我可以扑 扑了一打 扑了一打 这就出奇了 所以说呢 你这个地方 如果他靠你打尸 对吧 他沾上 那么接下来 你无论这是打着打不着 反正你是断 就没棋了 这扑已经没有了 对 但是沾上 其实还是有点 有点棋 你看这 打这个 黑的怎么样 这个 长 长不再断 这样黑的 如果这么直线 冲过来 这两个子被 白棋吃掉了 但这个棋 对于黑棋来讲 他就 小意思 小意思了 吃回来 撑死二十木棋 但我觉得上面是有斑 肯定是不止二十木的 那实战白棋 如果单冲这个呢 他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分析分析 他这靠一个什么意思 单冲 单冲 反正我觉得无论 怎么样 人家说这些血友棋 是不是已经便宜了 已经便宜了 是吧 有一种已经便宜了 的感觉 但是 我也不是很确定 我也不知道 黑的到底是下了什么 黑的假如说 要断的话 白棋 吃回去 黑的好像也没有什么便宜了 这其实我也 没看出来 黑棋有什么好奇 也不知道 对 我不知道 我觉得现在是不是 双方都有独秒了 估计是 这个时候 也进行到这个阶段 应该是 靠的时候 白棋 实战走在哪 我是觉得冲一个 没想到 黑棋便宜在哪 对 这要斑一个 我也不知道 黑的到底是要下了 黑的走 走在哪 实战 黑的就退回来了 总之 我觉得很紧 白棋 沾上 白棋可能是觉得 搬这个 更好 他这应该不便宜吧 白棋再打 这个不便宜吧 这不肯定 这肯定亏了吧 是这个 这干嘛呢 白棋虎一个先手 这个 奇谱 是不是 这小贩 我估计小贩都妙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 亏很多 这什么 这边 拱了这三分子 和白棋下面 浇灌 这是要干 这不是明显亏了吗 本来我觉得 粘回来 我这边不是还可以点吗 对啊 还可以有先手吗 莫名其妙的这个地方 这个 我这个 我有点意外 没有想 其实本身我是觉得靠一个 我是没看出来 这个 我觉得是督苗 他可能觉得形势 是不是已经有些不利了 对 从这边走出来 他也感觉到 可能出现点问题 我的后视 怎么被白棋反而攻击了 有些着急 但我觉得刚刚刚刚刚冷静的补助 我觉得黑棋 形势也并没有差 至少还是一个 很细的阶段 对的 实战白棋跳这个 然后下面 几双棋 我又没看懂 黑棋拖这个 拖这个 意思就是说 我要先手补断 而且我还要 还想占点便宜 就是白棋搬 黑棋就断 搬 我想它是肯定是要断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白棋如果退呢 黑棋就退个 会这个 黑棋会不会 我不要说 你有 你怎么看 但是我觉得黑的 有一种冲动 就是把这个子吃掉 我不管这么多了 你能不能杀掉我 我觉得 也未必吧 我上面有 这儿也是有半只眼的 我这 我是不是可以冲着走啊 冲着走也有半只眼 有 走 你靠我这 走 你分断我时候 你气有点紧 对的 嗯 这个 我觉得这一小间 这个白棋没有把握吧 这小间 我下面先手一只眼的话 对 那这个子被抠掉 这个目数 无与伦比 但是他实战的下法呢 我觉得更奇葩了 这个他实战直接就脱线了 你刚才说 这个抠掉已经很无与伦比了 那这个抠掉 他做何解释 我刚刚又想到一个变化了 这白棋 我搬 你可以断 我打这边 黑的怎么应呢 对啊 最好是可以打这边的 但是 不过李师他实战直接吃入啊 然后再补一手 其实不如 黑的是不如刚才那提花 那提花还是挺厚的 这样搬 就是说以后 还有段 看上去大 其实目数到 我这一段 黑的这个很难受 而且脚上能点一点 拖一拖 还有点漆 这个时候是不是 李师实打吃这个 应该可以看作是他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减平了 是 我觉得李师 他也想到 就是说 这一手和上面这一手沾 他觉得剑合 对 我就说两个 这两个我走到一个 我可能就觉得 已经不错了 他先这个 先先一下 先肯定是他的权利 先黑气跳过 我这个我觉得黑的 白琪沾这个 沾这个也是巨大 本身白琪跳这个 黑的 就如果说这边不损的话 就比如说这边 怎么还是 这样子我上面 根本就不需要补 对 这肯定还是损了不少了 我觉得这损不少 如果按照之前判断 是差不多的话 那现在就要输 我觉得这跳一个 也应该点 下面接下来 白琪的下一招戏 我觉得走完之后 你能够认为白琪是 白琪是盛世 打他住了 你挡住了 这如果要是不赢的话 他敢挡这个 我是觉得小白琪 肯定是 应该点 点白琪 你吃他 跳的时候 他都不敢力 那现在他更不敢力了 他如果是沾上的话 那我可以的这一拖 我拖一个 可能都不一定很 我不知道有没有 这个跳一下吧 那我拖肯定就比他实战要好 我的小贩 有的脚 拖一个 拖一个不是有的脚吧 我觉得白琪可能只有推让 就我觉得小贩感觉后半盘 下松了 对 跟枪法后来有些乱过 我估计是可能是读秒了 其实 你估计 我估计减这个白琪可能也只有挡 那这一冲不是 比跳的那好 肯定好 我觉得好不少吧 好不少 冲我可以挡顶住了 我挤你一个呢 我挤完下面不差一点 但我上面 来多了一个超大的关子 对了 来看一下后面 挡住 带去跳 跳一个也是非常稳健 如果是我下 我觉得肯定 这为什么不断呢 断 白来了 断一下是白来了 现在走完这个 这个最后一个大关子 就是黑起的了 断了 我估计他会打了挡吧 打了挡 这样你可能后手 后手之后 他爬这个就得大 爬这个 后去他是不是还这个大 你看你爬 我就搬住 你补一手 这边我少了五六七 爬你搬住 我就可以挤了 肩在这吧 断一下 肩在这 比如说这边 我差了 七八木戏 九十十一十二 十二木戏 我觉得没有这大 嗯 我这样 对 打一打 这个肯定是 应该是不止十二木戏 应该不止十二木戏 嗯 好像是 不过他肩在这 可能有点味道 对 所以他就 我估计他有可能 判断清 判断清了 我们还按照 刚刚的判断 就黑到这一块 可能比白戏 这块要多一个贴木 先走一个贴木 要不止 多十木戏 嗯 那黑在这脚上 十二十二十三 这两块戏 三十木 十二十三十 嗯 棋好像已经 不太新了 就实战 我们再摆几步吧 因为他这盘棋 已经下完了 嗯 黑棋是 挖这个 对 因为我们说 这一块黑的上面 比白戏这块 多一个贴 多十木棋的话 对 那黑的这一块 和上面这个 也就是三十木棋 就这两块 也就是三十木 白棋这一块棋 远远不止三十木 还有上面 还有一个七木的角 他这个都什么意思 这一串 就是白棋 虎 嗯 这个 可能这个时候 白棋就虎住 对 这个鞋应该是不行了 应该不行 因为 就黑的这两块 三十木 白棋这块 好像已经是 有点三十五木的 三十四五木棋的 就三十四五木棋 然后再加上上美的 就说现在 可能盘面差不多 盘面差不多 盘面很黑的 好也好的 很有限 很有限 嗯 那接下来的棺子呢 看来也不用 太棋摆了 想到这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是吧 是 这时候肯定是已经 我觉得呀 是看到李之石走了这招棋之后 我确信 这个棋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 因为这个棋 挡一个如果再敢输的话 这回去要 嗯 要跪催崩了 这这个 不能犯这种错误 所以说他挡 敢挡 那肯定是没问题 形势肯定是好的 所以说呢 这盘棋 中盘阶段战斗结束之后 可能也有点 小范自己可能有点莫名其妙的 就就把这盘棋给输出去了 前面本来挺好的形势 那他就是中间下的太缓了 呃 小范有点遗憾 是不是 是 我觉得在中间阶段 这小范 就本身小范的棋是非常紧凑的 对 但我觉得中间走了 我觉得稍微有点 该怎么说 有点保守吧 啊 走他可能是感觉这边 他肯定是便宜了 但是呢 他这个没有意识到 就后来被白棋全部连后之后 这个 后保就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对于 拱手逆转了 对 后来小范后在独秒阶段 出现了一定虚误 本来其实还是挺细的 对的 这个 中间的一串失误 还是明显亏了 那 后面李时时就非常清楚了 李时时这个棋手就是这样 他如果形势好的时候啊 你想翻他的盘是不容易的 对吧 我很少见他在棺子阶段 被别人翻盘 但是如果他形势不好的时候 你赢下他一盘棋也是不容易的 你且得跟他炮着呢 他这个呃 后腕盘脚棋的能力超强 这就是他的特点 呃 也是他最强的地方 我觉得是 是我觉得最后就光中间的敌王冲了 断啊 断完就挤 就这种不停的考验你 本身形势可能双方都觉得差不多 对 你想又想便宜我一下 尤其这种 像小范也是超一流的这种高手 他就不肯 对对对 但后来独秒时候就寄出了 考虑明显是亏损了 其实李时时也 心理战人是很强大的 对 他这种在形势 因为吃紧的时候 他像王说 他就考验你一下 哎 你肯不肯推上 其实有可能呢 这是他的先手便宜 但他就在你情绪产生波动的时候 嗯 来去问你 对 这个就讨厌了 这个时候你一般人的心理总是 不肯啊 我这时候已经被你追上来了 是 是吧 正着急呢 然后你还要便宜我 那我肯定跟你拼了 他往往就利用这个对方的心理 善了很大便宜 就不停的考验你的神经 然后你可能 因为这么输了一盘棋之后 下一盘棋 那心理上又有压力 你还有了 尤其 就陷入恶性循环了 对 尤其在有时间上 那样的压力下 催促下 大家要心理状态 又情绪上有些波动 就有 比较容易出问题 是是是是 那我们刚才也看到 齐友也给我们 呃 有一些留言 大家有人说 说还是 最崇拜李昌浩 看到了 说最崇拜李昌浩 李昌浩 大理是我们心中的神 呃 其实我也是这样认为 李昌浩的时代 应该是 很难复制了吧 可以说是 几乎是不可复制 因为在他最鼎盛的时候 呃 其他的顶尖高手啊 能赢他一盘棋 都非常的不容易 是 谁能在事业比赛上 能击败李昌浩 都是抱着冷门了 所以说 这个在 放在当今 是不可想象的 没有戏手能够 就算李时时 鼓励 也没有人能够达到 他这种水平 嗯 他当年的高度 所以说李昌浩 的确实很难 难以复制 我觉得可能是 没法复制 无法复制 对 就像吴清源 当年在他那个时代 达到的高度一样 嗯 那么把所有的对手 都打到这个 绕仙的这种水平 这个也是不可想象 嗯 接下来呢 还给大家爆料一下 说有可能 在旗界有一件 比较轰动的事件啊 就是 李时时和古丽 古丽十番棋 嗯 这个之前都是 可以说 基本上是属于谣传 啊 说古丽要进行十番棋 这属于异象阶段 那现在呢 据说已经 呃 异象已经成行了 已经在筹备阶段了 可能很快 就会与大家见面 呃 也将成为 古丽十番棋的冠军 将成为世界上 奖金最高的 那个 这个 谁夺冠了 将会得到 呃 非常丰厚的冠军奖励 那据说 书棋的人 奖金几乎为零 这也是很残酷的 一下算是 也是 我相信也只有 鼓励李长 呃 李时时能够 干出这样的事 也让我们一起 期待一下吧 好的 那么今天这盘棋 最终是 李时时 逆转 击败了 小贩 我们解说 就给您 不放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 谢谢